讲究 还有它的线条粗细很明显 那在Oti的话呢 它是比较讲究笔画差不多 笔画粗细不要差太多 整个字非常的端庄秀丽 显雅 一直就有点像在大唐之上的那样的字 的美女 但是这个就是魏卑 它们比较是着重在个人感受的一个表达 所以它起笔就给你很重 然后慢慢拿过去很细很细 然后贴下去又很重这样过来 然后你就看到它的很多人讲 这个朔呢 你尽量不要给它写的上下太长 像我这个示范帖的这个字 就稍微长了一点点 那你要把它稍微缩短要怎么做呢 就是长度把它减少一点 然后这个月 月你可以往右边移动一点 让你的月稍微再矮胖一点 它的这个大概是在这边 那距离就不要太远 那距离就不要太远 我这个都还没有加水 已经长成这样 好 先直过了这边微弯 好 整个弯过来 剃 好 我稍微离开一下 不要紧挨着 就比原来差不多离开个0.2就可以了 好 我这个稍微短一点 剃 好 我是提在这边 贴在这里 所以它不会塌肩 好 它这两笔也没有很细 好 二十三 二十 这个二十写成一个字叫做念 好 那你看它的横端没有很粗 但是中间那两树 念书的念 那个音 想念了 念那个音 那两树呢 距离比较远 好 看一下 提 贴 好 距离比较远 我们就大概这里吧 好 可是这两笔不细喔 我们这是不是之前写过一次 用的就 我现在用的就我们上次写的那个笔法 你可以试看看 这边的话是直接停 这个三 就是从上面到下越来越长 第二笔呢 比第一笔稍微长一点点 这个油很重